朱哥 你今天把这个支点搞懂 你的刹球就有救了 你每次刹完球的时候 你的拍面是不是这样朝下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击完球之后 我们掌心要朝外的 这才是正确的 那朱哥 你看一下 我这手机上面的 这个运动员的 实弹的刹球动作 看见没有 他打完球之后 掌心是朝外的 你是不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打完之后 这个掌心是朝外 从零度打向90度的时候 击中这个球 击完球之后 由于手的惯性 会让你的手继续转向外面 因为你的手用的 就是边打发力 它就是在旋转 所以即使它打到球之后 由于惯性的原因 你的手自然而然 就会从这个角度 转到外面去 所以滑球的刹球发力 它是从零度打向180度 在90度的时候 产生最大的爆点 邦这个球就飞出去了 那么由于手的惯性 我们的手继续会从90度 到180度 来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正确演示 看来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